大家好,很多话以往养兰花的时候呢,不懂如何给兰花浇水 总是一不小心的就把兰花给浇死了 那么其实呢,养兰一点通,浇水十年功 我们给兰花浇水的时候,大家只要记住这几个口诀 基本上呢,浇水就是非常的轻松了 而且兰花呢,也能够展示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要记住那几个口诀呢 第一个就是呢,浇水要见干见湿 不干不浇,浇就要浇透 那么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水温差五度,兰花死无数 也就是说,水温呢,一定要注意了 水温和土温呢,这个相差的温度不能够超过五度 超过五度的话呢,会刺激到兰花的根系 会导致兰花烂根,甚至是死亡 所以呢,我们浇水的这个水温和土温呢 一定不能够相差过大 第三个口诀呢,就是浇水酸溜溜,兰花绿油油 兰花它是一个洗酸植物 那么如果我们给它浇这个碱水的话呢 是不利于兰花生长的 如果浇水的时候呢,给它适当的补一点酸水 是有利于兰花生长的 兰花的长势会更好 而且呢,叶片也会绿油油的 所以我们在给兰花浇水的时候呢 可以适当的给它补点酸 补酸的话可以用这种洗酸植物性油精养液 然后在浇水的时候呢,给它适量的兑一点进去 这样呢,有利于你的兰花的生长 第四个口诀呢,就是浇水有四看 看盆,看苗,看土,看天气 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你的兰花的一个盆土 还有整个植株的情况 还有天气这些情况来判断 什么时候给兰花浇水 要不要给兰花浇水 如果盆土还比较湿润的 那么就不用浇水 如果植株长得比较弱的 不能够过多的浇水 然后可以根据天气情况 阴雨天气是不需要浇水的 如果是天气比较好 风比较大 那么水分蒸发特别快 我们就要及时的给你的兰花浇水 虽然给兰花浇水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只要牢记这四个口诀 兰兰的浇水就是非常轻松了 那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